在各级长官共同名枪后 剑走活动正式展开 潮屯镇公所与南图县体育会联合举办 漫游潮屯热火剑走 鼓励乡亲夺运动外 现场还有体势能测试 各种政令宣导及产业行销展示 增加活动的丰富性 很棒 天气超好的 然后很充实 还有这个体势能剑走 也很感谢公所都给我们社区 产业行销的部分 今年我们很特别 就是我们小旗舰的协力社区 都到现场来做摆摊 那我们平宁今年所展现的 就是我们的植物染的一个丝巾 还有我们的废材再开发的葡萄店 相信说这个活动 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社区的产业 推广给我们更多的费送 来直到说我们社区的产业 发展的一个程度 将军步道建走活动已经入第六年 一直很受乡亲的欢迎 沿途近视美丽的乡间风光 来回路程乐器功力 适合亲子一起参与 尤其公所为了打造更优质的休息空间 在立委马文君的协助下 以争取到建设经费 明年将展现不同的风貌 今年也拖到两千几万来施设我们的将军古道 希望未来有更好的一个践行的一个步道 让所有的不管是正名也好 姓名也好 都会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运动的中心 将军古道排除万人 可以keep in 更多的人 更漂亮的登山环境 让我们今天接近三千人的活动 可以办得更精彩 民众报名踊跃 许多的亲子一同参与 探访幽静美丽的登山步道 先允简直胜表示 将军步道践行活动 以广为草屯正正名所知 并热烈的参与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践走活动 增进亲子的互动 提升民众健康运动 乐活的观念 也让更多人认识 不一样的草屯新风貌 是要让我们草屯正名 有时间来走来北山 来走这条将军步道 这条将军步道 因为我们公所和我们马里尾正名 既立把它建设起来 是我们草屯正的后发源 我希望大家有时间 都来参与 北山这些活动 这很好的 一边北山 一边看着这些风景 日后来这边 因为树木比较多 比较凉爽 透过这次的机会 让我们草屯正名的身体更健康 配合运动爱台湾计划 草屯正公所和南投县体育会 合力举办这场建走活 接近3000人参加 鼓励大家都能够走出户外 请尽大自然 记者洪一轮 草屯正采访报道